最重要的就是ECFA和三中之航 蔡主席在第一次政見發表會時說 如果民進黨在2008年繼續執政 也會實現和現在一樣的三中之航 這是非常重要的政策宣示 和我們一般民進黨所理解的 過去的民進黨政策並不一樣 我個人非常期待蔡主席 這次能講清楚說明白 那今天呢 因為我另外準備了其他的題目 所以沒有時間來進行一一的解答 奶菁我要問你問題 你會等到第四場辯論再回答問題 我因為受到了蔡主席的啟示 還有剛才輝文的提示 我三年半再告訴你 事實上你看許信良是有準備的 許信良是把第一次蔡英文講的 他說包括08年不是馬英九當選 是我們當選 兩岸也是會山東會直行 他連那個問題都沒有回答 然後ECFA會不會因為你當選了以後 會不會變化 他竟然連這個事情都不敢回答 怎麼會這樣 對這個蔡英文他 他我就說他的可惜是一貫性的可惜 除了他在這次的選戰操作上呢 他放任他們的同僚 還有他幕後 這麼重要的操盤者 去玩這個唯一民調的支持 這樣子一個手段之外 我們也看到他的一貫性的就是他很可惜啊 從跟馬英九的ECFA的辯論到他現在跟這個許主席 還有蘇貞昌他們的這個辯論 發現蔡英文呢他好空洞 他非常的空洞在他自己非常自豪的這個兩岸的部分還有國際經濟的部分呢都是非常非常的空洞 那在這麼空洞的情況之下其實你是沒有辦法經歷過實際的檢驗的 更何況呢民進黨還是一個執政過八年的執政黨 當蔡英文說他兩岸方面的經歷處理國際事務的經歷都勝過於其他其他兩個人的時候 可是你發現呢他是一個沒有主張跟沒有信念的人 為什麼這樣講我覺得 因為我們大家都跑新聞非常久的時間啊 都記得兩國論啊 這李登輝在1999年7月提出來的這特殊國與國關係兩國論這之後呢 後來李登輝在這個美方的壓力之下呢 他後來是改口的在他卸任之前呢是改口了 又回到了這個九二共識 然後兩千年呢陳人扁上台之後呢 我們大家都知道這個蔡英文呢是李登輝那個時候 在擔任總統的時候國安會的這個有一個強化中華民國主權論述小組 有關於特殊兩國論這部分呢他是實際的召集人 所以呢他就是一個實際的召集人跟一個發想者 但是呢在他兩千年當了陸委會主委之後呢 他在立法院接受這個藍軍的立委質詢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兩國論是一個很敏感的一個問題 陳人扁提了四不易沒有 那時候一開始大家都不敢碰喔 所以沒有人蔡英文呢也不敢承認他就是兩國論的撰寫者 他那時候怎麼講他說如果是我寫的我會承認 如果不是我不會略人之美他連這都不敢承認他連這都不敢承認 哎就後來發現這個陳人扁呢變來變去變來變去的時候呢 他也跟著變來變去變來變去變來變去 陳人扁要這個公投入聯的時候或陳人扁要怎麼樣一邊一國說他一樣跟著變來變去 然後到現在又提出來一個說實在我真的聽不懂的 你蔡英文的對於兩岸政策的中心思想到底是什麼 如果今天你在面對許主席的大膽蹊徑的時候 你可以很勇敢的說出來我的兩岸的論述的核心觀念就是特殊兩國論 我認為兩岸關係起碼就是國與國的關係那我還佩服他他又不敢講 大哥現在是兩個很嚴重的問題 第一個怎麼可能你辯論的時候人家已經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你說我下兩次第四次的時候我再回答這是一個嘛對不對 第二個哎 首先許新娘是有準備的 我說你第一場你已經這樣保證什麼要這樣做 你能不能繼續說你如果當選的話 你兩岸三東你還是繼續的 第二個ECFA你會不會有改變啊 這對台灣很重要啊 許新娘是說會不會因為你當選兩岸關係倒退啊 那你怎麼會沒有論述你要等到第四次再來 蔡主席我觀察他過去至少11年了 他沒有變來變去 他是骨頭燒成灰的深綠的台獨基本教育派 很清楚他只是不會面對而已 昨天許新娘主席我第一次說真像犀利哥啦 很犀利 但是不是他住的家也蠻像犀利哥的 可是犀利哥這樣打下去打到被花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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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提出議題就是把對方比下去了 把蔡樹都比下去了 第一點丟出狼岸論述 結果蔡主席那麼好機會讓你講 他玩躲避球啊迴避了 領袖可以投避問題嗎 第二還是持續模糊化 什麼叫模糊化 除了和而不同和而求同是語出倫理孔子說以外 還沒有進一步啦 繼續逃避模糊化 正如是承擔責任 我講一段故事我講過再講一次 兩國論沒有錯是李登輝先接受德國之音訪問的 但是真正的操盤者 轉述者 理應後續的解釋者是蔡英文 他躲起來了 事實上那時候我知道 我聽一個政壇重要人士講不是李登輝啦 但滿重要的跟我講說那時候是希望蔡英文出來解釋 蔡英文來立起來 不願意面對的 給大家帶來災難 我說兩國人他就如此 所以為什麼他兩岸論述他不願談 就有前車之鑑嘛 重要不是重點 領袖是希望的化身 我引用客人我也有講的一句話 一個人沒有目標是走得不夠遠的 蔡英文沒有目標沒有願景 更沒有說沒有承擔責任 這一點我說過了 如果人格檢驗不夠 如果兩岸論述繼續迴避跟模糊 我是投不下蔡英文這一票 如果他是民進黨候選人的話 這個我們要繼續要給他壓力嘛 工情錯不能逃避 繼續玩躲避球嗎 很不負責任的 輝文他是怎麼樣 是沒準備還是不敢不敢答 我先講一下蘇貞昌 因為我也不知道蘇院長有沒有看過這一條 這個文本裡面都有 蘇貞昌昨天那邊鬼扯 他說我們國會通過我們不能否決 當時簽這條幹什麼 其實是可以處理的 蘇貞昌其實也在躲啦 那ECFA當初啊 我之前也跟大家講過 有兩個大隊的遊行啊 一個帶頭的是蘇貞昌 另外就是蔡英文 他們昨天都迴避許信良問題 我予以嚴厲的譴責 為什麼這樣講 昨天國台辦有記者會 國台辦也被記者問到相關的問題啊 那前提是什麼 前提就是你們民進黨要談哦 第一個一定要反台獨啊 第二個就是一個中國啊 那你民進黨要談什麼 我不是要拿國台辦的問題來問蔡英文跟這個許信良蘇貞昌 而是你們得回答啊 今天聯合報寫什麼 我覺得聯合報寫這個很重要 他說啊 你們用模糊的戰術啊 政見還有什麼好期待的 這個講得非常好啊 他們都不願意講清楚啊 剛剛鍾信兄提到蔡英文是什麼 什麼什麼台獨什麼派 我也提出兩個觀點 第一個齁 那民進黨當初在街頭的時候齁 蔡英文你在哪裡 你不是十幾年來都是這個派啊 如果你那時候都躲起來 有用躲的嗎 第二個齁 蔡英文你是不是打算騙票 尤其是現在挺蔡英文那些所謂深綠的 齊卡兄我公開質疑 你們是真的綠還假的綠 真的綠還假的綠 你們為了騙票 願意用模糊的戰術 然後任由蘇貞昌跟蔡英文說 我模糊啦 我要騙票我要騙中間選民 所以我也不講 我請問齁 許新娘我就不提了啦 許新娘我認為他是統派啦 蔡英文跟蘇貞昌敢不敢下兩場 還有兩場的機會 敢說我要台獨 我要正名自信你敢不敢講 不敢講就不要選啦 欸 議隆 許新娘這個問題是 是很重要的 他說你民進黨如果有機會重新執政 你現在的兩岸關係 是不是會繼續如何去維除 幾個很簡單的嘛 要繼續刪通 那個法會不會改變對不對 九個共識要不要 你怎麼可以講說第四場在談呢 那這邊票怎麼投 其實是會啦 但是不能講啦 講不出口啦 以前反對 那現在講不出口嘛 我當總統 EKFA我就廢除嗎 我可以偏偏廢除 我敢嗎 不敢啊 那對台灣經濟怎麼弄 所以他就是現在 他自己知道他當選之後 EKFA會繼續啦 只是說以後還有些談判 可能不會速度不會那麼快 但是EKFA就大架構之下 路開在那裡了嘛 你難道要廢除嗎 那當然他講不出口說我反對 那許新娘 許新娘講的跟馬英如現在做的 有何不同 一樣了嘛 其實所以會文獎 許新娘這個同派我是贊成的 因為很早就主張大膽蹊進了 什麼新興民族啊什麼 那這書 新興民族的書我看了 許新娘最近講話可能講 不是講得很好 許新娘的文采很好 他文章寫得非常好的 有他的觀點 那許新娘現在變成什麼 許新娘是統派啦 夏英文獨派啦 四川昌又站在中間 在那邊 阿像又統又獨 四川昌難道就不模糊嗎 也是模糊嘛 真清楚的就是馬英九清楚嘛 你唯一支持馬英九 唯一支持馬英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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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派獨派都沒有關係 重點是不能夠騙票 這是最重要的 另外呢我們等一下看一下 一份民調 馬英九是不是蠻危險的 財信昨天晚上公佈一位最新民調 比起蘇貞昌跟蔡英文 馬英九都是輸的 等我討論一下 馬上回來